今天來看這攤水 從上面 可以看得到 然後下來 那這邊有個洞 這個也是 然後還有下面 三個 還有四個洞 拉遠一點看 這邊是柱子 那他的水管 很有可能是埋在那個柱子裡面 然後解決的方法有 兩種 那一種是 他 要把那個水管 裡面的水管 要 結斷之後 然後把它換掉 那 這個方法就可能會 動到柱子 然後動到裡面的鋼筋 那這會影響房子的結構 所以他們就 比較 不用這種方法 對 然後 另一種方法是 要從二樓 樓上 現在是一樓 這裡是一樓 然後從二樓 然後 枕面 下來 換一個 管子 對 那因為這個工程太浩大了 所以 我們 的師傅 然後 決定要用 新的一種方法 來去 處理這個 破洞的水管 恩 我們就會用 補水管的方法 對 用補的 就是很像 補胎 那樣 就我們用補水管的方法 那 等一下 就來 直接現場操作一次 補水管喔 這已經有跟 那個 老師傅 去請教過的 很讚 哎唷 GOGO 好 我們剛才已經講完了 那面牆壁的問題 然後我們也講了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來開始動手做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工具的部分 還有材料 然後首先是我們這個水管 就是上面有破洞的水管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 那個 前輩 已經有 先補過的 兩片 對 教我們補過 然後 再補給大家看一次 那個洞 假裝就是那個水管上面的破洞 然後 大家要 接上去的 水管 然後 搓刀 盆燈 印紙膠合計 Abb膠 還有 鉛字筆 或者是 也用鉛筆 然後 最後三種 大家會講到 這三種 的功能是什麼 膠布 束帶 還有 這兩塊木頭 OK 然後 我們應該 轉一下 好,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边边夹夹,已经被摸得蛮圆滑的了 应该要看到吧 好 好,然后这边等它冷却之后 就可以划线,确定它的位置 不得不说,这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就会去参加一些,就是那种 环保农舟的比赛 然后,就看到大人就拿着喷灯,在那边烧水管 拿烧塑料水管,然后烧烧烧烧烧烧 然后那个水管,然后就 我就看到一根直的水管,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那时候觉得,哇好神奇 可是那时候,因为太小了 大人就不会让我去做这个 那时候觉得危险的事情 没想到,有照一日 会在这样的场景下 然后拿喷针来烧水管 人生一大体验 好,然后这部分 压紧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步骤 毕竟如果你没有压紧 那它可能就还是会有一些缝隙 那之后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 水就可能漏出来 好,那其实差不多也降温了 那我们就来化线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上这个结合剂 这个结合剂就是 好像在做那个有机实验有没有 有机实验室里面会有的那个味道 对 来到最重要的步骤 我们要在这里 压两分钟 二到五分钟 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这个 胶布 如果这时候你有胶布 就可以把它铲起来 或者是用束带 然后把它绑起来 那如果 像在那个墙壁里面看到的那样 就是 它后面是没有空间的 因为墙壁又在这里 跟 这里跟这里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节 那这时候就可以 拿个东西 就是刚才看到两根木头 就是刚才看到两根木头 你这样压着 也可以 好啦,那 我们现在 就选个轻松一点的做法 我们拿个胶布来铲吧 好 好 那 已经藏好了 那我们这边 就等它 二到五分钟吧 OK 好啦,那这个也差不多 应该 心也差不多了 它差不多就很干了 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 切的胶布撕下来 好啦,刚才 岔开一下好了 刚才在看这个喷灯的时候 然后看到前一个人使用 咦 它就把这个 打火机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 这个地方 哇 我才知道 原来 从小到大 看了这么多喷灯架 才知道原来 这个地方是放打火机的 我们现在就来 最后一个部分 上AB胶 OK 这个AB胶 还没开过 第一次用AB胶 好 那 那 我们A胶 会先上在 刚才这个 补丁 这样补丁 好,这个 新铺的这个水管上面 会在这周围上一圈 然后 我们会在 B胶 跟它 同等份量 然后 混在一起之后 再把它往下 往旁边刮 然后我们这样会做两次 好 好 那 我们 再花个几分钟 等它干 干了之后 我们再上第二次 OK 我们刚才差不多了 好啦 最后 就是 等它干了 就可以了 好啦 最后还是 提醒各位一下 因为 那边墙壁里面的 那个水管是排水管 对 所以水压 不会那么大 那 所以可以 做这个 类似补丁的 工作 那 如果 是那种 唉呦 如果是那种 水压 水压 比较大的 那它久了之后 它还是 会 痘出来 遇到这种状况 还是请 分业的 再见 去找他们 OK 那这支影片 就到这样 就到这边啦 拜拜